過年九天的假期 十五下過掉就剩下一天半了 那麼你是要休息還是出去走走呢 今天下半天之後 天氣又變得要一直好 到下個禮拜二 如果你真的要出門的話 可以去深坑老街看一看 在去年重新整建完工之後 現在有了不一樣的新風貌 街景到處都是人 把握農曆春節 最後一個週末深坑老街上 人潮湧現 以前是怎麼樣幫我們講一下 太擁擠了 太亂了吧 髒亂 那現在這樣子 對 現在很好 改變啊 改變非常多 以前建築 像這種舊式建築只有啟動而已 現在變得整條都是老街 更有那個味道 真的不一樣了 去年底老街整建完成 現在道路拓寬 牌樓也更新 雖然攤商們等要大搬家 但是整頓過後 反而更有古早味 我們原本在入口嘛 入口現在剛搬家 所以很多人都 以為是入口那一攤 很好 他們覺得比以前乾淨多了 舒服多了 不只是要品嘗美食 就連當地有百年古蹟的土地宮廟 也得以重見天日 讓深坑老街真的是很不一樣 不管是品嘗在地美味臭豆腐 還是來到這邊爽爽祈福 今天的深坑老街真的是很有年味 以上中間新聞 請問張凱良 胡佳蓁 SNG小組 在新北市的採訪報導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